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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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新變種病毒 政府收緊入境要求 有留學生決定取消回港行程 入境署明天起 推出非足色醫道 以容貌識別技術自助辦理過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國國防部檢討全球軍力部署 計劃加強在關島和澳洲的基地建設 應對中國威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愛言施衡 政府因應新型變種病毒 調升多個地區為A做高風險 亦規定曾經逗留多個非洲國家的人士 抵港後必須先入住 捉高灣檢疫中心7天 有檢疫酒店說 聖诞新年的房间供应紧张 部分订单检疫期延长 因为分配不了房间而要取消 为应对Omicron变异病毒株 政府收紧入境要求 因应多地出现相关感染个案 星期四凌晨开始 高风险的A组地区 新增澳洲、加拿大、德国等9个地区 曾经逗留当地的非本港居民 不可以入境 回来的香港居民也需要在指定酒店 检疫21日 A组里面也有12个非洲地区 包括尼日利亚、南非等等 回来香港的人需要先入住 竹高湾检疫中心7日 期间每日检测 之后才可以到指定检疫酒店 完成剩下的14日检疫 英国因应新的变异病毒株 也收紧检疫安排 入境人士在抵达英国之后 需要接受核酸检测 未有结果之前只需要自我隔离 有本港家长决定飞到伦敦 陪在当地留学的16岁女儿 过圣诞和新年 她其实是家族由10日开始 三日都完 她没有时间有21日空缩 所以她空缩完就要回去 那变了一个意思不大 不如我去 记住洗手、戴口罩 其实我也不想到周围去 有本港检疫酒店就说 12月至明年1月 酒店房预订早前已经爆满 但有地区被调高风险级别 检疫日数相应增加 令房间供应更紧张 始终都是一个圣诞和过年的档期 突然间要加插一个额外的七天下去 有时提供不了房 或者要退房给客人 有些客人要求会将入住日期有些变更 我们都是处理着 但是都不少的 可能会有十几个百分之客人会遇到这些问题 特别主要是澳洲、加拿大、德国回来的朋友是多的 他说大部分预订涉及本港留学生 大多数人接受检疫期延长 较少取消预约 无线电视记者杨培斯报道 本港新增6中新冠病毒输入个案 其中4人带L452R变移病毒株 确诊个案有3人是密切接触者 他们上个星期日从巴基斯坦经亚联游底港 家人确诊之后在足高湾检疫中心隔离 之后相继染疫 两名分别9岁和47岁的女患者 验出L452R变移病毒株 另一个1岁的男童因为病毒量不足 未能做变移病毒株测试 其余3名患者分别从印度、英国和菲律宾底港 包括一名外容 3人都已经完成疫苗接种 除了一个27岁的女患者检测结果代定之外 另外2人证实带L452R变移病毒株 内地新增21宗新冠病毒本地个案 全部在内蒙古 有内地专家指出 Omicron病毒可以轻易 除飞机输入 呼吁民众做好防疫措施 内地未发现 Omicron变种病毒感染个案 国家疾控中心的专家说 病毒可以通过飞机快速输入各国 虽然暂时未确定 Omicron的传播速度 但中国和很多国家 都有很多航班往来 因此很大机会出现输入病例 当局说近期多宗本土个案 都是从境外经口岸城市输入 要求各地完善疫情防控机制 强调内地有能力检测Omicron病毒 目前内地超过11亿人 完成接种两剂新冠疫苗 但有5千多万个长者未打针 无线电视记者先知报导 变种新冠病毒Omicron 继续在全球扩散 日本确诊手中个案 男患者来自非洲南部 当地今天起全面禁止外国人入境 澳洲悉尼首次发现有确诊者 曾经在社区活动 世卫警告 Omicron带来的全球风险非常高 无线电视记者风一鸣报导 一节最新消息 因应日本、葡萄牙、瑞典 出现Omicron输入个案 星期五凌晨起 本港将三国调升至A组高风险指明地区 曾经逗留当地的非本港居民 是不准入境 我们转看下 入境处明天起推出非触式医道 合资格的香港居民 可以以容貌识别技术 自作办理过关 会先在部分口岸应用 要用非触式医道 需要预先下载入境处的 应用程式做登记 过关的时候 掃描程式的加密二维码 过第一道闸 再望向镜头 系统会自动识别容貌 过程中无需出示身份证 也都不用接触共用的指纹掃描器 全程大约七秒 比传统医道快一秒 非触式医道明天星期三起 在机场 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 和深圳湾口岸启用 每个口岸设大约十条 日后逐步扩展至其他管制站 入境处说 旅客仍然可以选用传统柜台 和其他医道 不会强制用新方法过关 想用这个容貌识别 是你要自己加入登记的 即是你同意的 每一次你过关之后 其实你在那里用容貌识别那张照片 其实我们会马上删除的了 如果你加入了 过了一段时间 你不想用的 其实你是可以离开的 是可以取消登记的 受强烈的东北贵后风影响 天气夜晚会显着转凉 后日早早市区更加会跌至大约13度 下午的中环海旁 有人外出都穿着长袖衣 或者大臂外套 做运动的短衣短裤就够 甚至有人赤膊跑步 不过市民可能很快就感受到 更清凉的天气 天文台说下午各区的气温 普遍已经较昨天低2度3度 随着强烈东北贵后风抵达 华南沿岸地区 晚间气温会显着下降 明早早市区最低大约14度 新界再低几度 最高气温大约20度 这个除了是一个强烈的东北贵后风 也是一个干燥的东北贵后风 为我们带来一些天晴 干燥的天气 注意这次东北贵后风 最凉的天气会在星期四早上发生 我们预计星期四早上市区大约13度 新界会再凉一点 是再低几度的 天文台说日夜的温差较大 周末期间上午持续清凉 无线电视记者关口为报道 美国国防部完成全球军力部署评估 当中建议将关岛和 无线电视记者增围进报道 又试一会儿回来有其他消息 新传内地的港人明天起 可以经网上登记 预约在立法会选举日 到指定口岸票站投票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武汉 出席香港商会晚宴时 呼吁内地港人尽早登记和投票 希望投票的安排也是顺利的 林郑月娥又表示 特区政府和中央多次开会 扩认本港已经具备通关的条件 并正是筹备通关时间表和方式等等 希望尽快有好消息公布 继续跟进地方选区的选情 新制度下九龙分为三区 其中九龙西覆盖油尖旺和深水埗区 有大约38万名选民 在九龙三区中最少 上届都有参选九龙西排名单第二的西九新动力梁文广 今次自己担大棋出选 他形容自己出生到现在都和这一区分不开 基层日常接触的放映活动 他们需要的时候都不够资源 我以前读书的时候 希望参加一个音乐的放映活动 我当时报是报一个叫小号 小号就是喇叭 结果资源不够 他就分配了叫我去学所纳 所纳就是中式的喇叭 这种就是令到基层的小朋友 是一种打击来的 我觉得这件事不可以在于家的社会发生 三十失色的他 在三个候选人当中最年轻 愿意听,愿意谈,不会违避 这件事就是,我想这个是最重要 也都不要想当年和想当然 那些包包好像不一样的样子 是啊,你看我真人都受了 重征近四十年 近来换上新形象的冯檢基 再次以独立身份参选 这个样子年轻了,年轻了 平时我不是靠这件事拿票 我靠工作,有政绩 和政綱去处理区来问题 而那些政綱的建议也有俊成 一些事能够立即做到 就要逼林郑月娥 立即执行七比三 我们立即可以多6千个单位 68岁的他,希望修补社会撕裂 我觉得政治应该是老中青的 如果整个政治,整个议会都是 二十多岁,三十岁 你觉得这个议会 是不是知道掌握一些长者的问题 我爱这个地方 我是要跟他们一起 改善改革这个问题 12月19日靠你放手 叫多些老友记投票 你真是努力做事啊 知道知道 这次记住支持 叫多些老友记 好 三年多前经保选进入议会的 民建联郑永迅尋求连任 他说议会经验 令他更加掌握 如何与政府谈判 过去三年发生的事 或者将来的新的形势 新的环境 将会有很大的变化 对社会的脈搏 对议会的脈搏 对政府的脈搏 清楚他们的运作 最新的情况是重要的 他希望继续跟进劏房问题 组金津贴是否可以 变成一个行常化 我们过路性房屋 是否还可以增加一些 的数目单位 还有在劏房租管 未来过两个月就会落实 究竟在执行的细节里面 怎样做 以往属于九龙西的三角分区 其中住户月入中位数 最高的九龙城 在选区重新划戒之后 纳入了旁边的区 令到九龙西 只是由深水埗 和油尖旺区组成 无线电视机 就在中卓气报道 警方在多间咖啡店 和烟草用品店 检获超过1500件货品 怀疑含有受管制的 四氢大麻薰 约值超过100万 警方检获的货品 包括烟油 药丸 唇膏等 当中有咖啡粉 列明含四氢大麻薰 行动中有六男两女被捕 报称是店铺负责人 或者职员 年龄由19至41岁 涉嫌贩运危险药物 警方今个月中一年七日 到声称售买合法大麻二分产品的 咖啡店和烟草用品店 检走茶包 巧克力 蛋糕和电子烟油等 抽查当中50件 并送到政府发验所 当中发现三款共五件产品 含受危险药物条例规管价 四氢大麻薰 之后采取拘捕行动 消费者的环保意识日渐提升 有公司就引入获可持续森林认证的木材 仿绩成丝线 再製作布料和卫生用品 莫为标系纤维开发的专家 手上的衣物外表虽然普通 但就混入了特别的木丝纤维 他说比起棉 尼龙和食化纤维造的沙线 木造沙线由种植 生产至处理 整个过程都相当环保 木丝纤维除了可以制造衣物 亦可以代替一般素料 制造不绩布产品和卫生清洁用品 方便处理之余 亦减少污染环境 他又说木丝纤维吸附染料能力强 比染棉纤维折省两至三成染料 如果加上阳离子处理 沙线就更容易上色 如果想漂染过程更环保 他建议用其他方法 有些客人想用一些 例如手猫拆鬚、手拆 可以用一些雷射方式 Laser Print 或者Ozone 就是臭氧的洗法 令它有一个Fail Out effect 想更加环保 可以试用一些食材 例如红菜头、咖啡渣 去做一个染料 公司在香港的研发中心 会按时装界的设计意念 和布料特性要求 制作布料样本 并为他们检验布料 是否来自可持续来源 暴纤电视记者简永迅报导 稍后有另一节新闻 新规则将会影响到内地两大支付平均 支付宝和微信 我们有不少个体商户和中小企 为求方便会直接用个人收款码 收取生意款項 人民银行10月发出通知 明确禁止有关操作 并要求支付机构监察用户 确保营商人士使用商用收款码收款 支付机构通常会提供两类的收款码 个人码容许任何人开通 亦不会收手续费 商用码只是提供给商户使用 支付机构会从中抽取服务费 一般相当于交易额的0.3%至0.6% 有不少小半经营的商户 因为不想支付服务费 又不想被全正式的交易记录 令他们无法回避交税 都宁可使用个人码收取生意款項 不过日前有人行官员公开补充 当局的打击焦点 并不是日常跟顾客面对面 交易的小商户 而是一些难以追溯的远程交易 因为发现当中有不法分子 借用大量个人码跨境交收款 便相违法就资 大家好,我是黎在山 前日港铁小康站外面 有人怀疑因为泊车伪争执 一个男人死亡 警方控告一男一女误杀罪 明天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 涉案两个男女分别57和58岁 前任夜晚大约7点 两个私家车司机在兆康站外面 怀疑因为泊车位问题争执和打斗 三个人受伤送院 其中一个55岁男人送院之后不治 教育局向全港中小学法通行 公布价值观教育课程架构施行版 总结经验之后 下学年会全面推行 由中学上学年开始 已经为初中学生提供价值观教育 教学生辨识增价资讯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施政报告提出 要巩固价值观教育 教育局公布 试行版价值观教育课程架构 涵盖小一到中六学习阶段 课程包括加入勤劳 作为首要培育的价值观和态度 加强学生国家观念 加强生命教育 性教育和禁读教育元素 和培养学生媒体和资讯素养 教育局鼓励学校 加强培育学生正面的价值观和态度 协助他们积极面对学业和生活等挑战 学校应该规划价值观教育和学习活动 局方会提供支援 包括编制教学资源和事例 总结经验之后下个学年全面推行 在官堂一间中学 上学年开始联同清协和社联 设计有关资讯素养的价值观课程 在社会生活科和电脑科 教学生应用人工智能 分辨增价资讯等 学到很多关于网络 假新闻 比如说版权 之前疫情严重的时候 会有抢米 抢切纸那些 我会去上网 真的会看看那些超级市场 或者真的会看看那些 米的供应商 是不是真的会缺米 会避免转发 在查核来源和时间之前 他们在网上的世界 其实经常都需要在网上的世界 找不同的资料 学不同的东西 同一时间网上的世界 也有不同的陷阱 所以其实提升学生的资讯素养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资讯素养课程将会推广到 售博平区内十间小学 比小学生都能够学习相关知识 无线电视机者林准轻不道 接着有世界观和财经多国道 各位欢迎收看财经多国道 我是李希彤 美国药厂莫德纳说 现有的新冠疫苗对变种病毒 Makron效用或者会下降 道指组断曾经跌超过300点 莫德纳跌4% 我们看看美股最新的表现 道指现在跌298点 报在34,837点 投资银行摩根大通预计 标准普遍500指数 明年有望突破5000点 摩根大通认为 虽然出现新变种病毒 Omicron 但随着供应紧张问题舒缓 消费者支出习惯回复正常 企业盈利增长将会好过预期 明年股市仍然有上升空间 但升幅或者会比较温和 而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取代转英 将会是主要风险 标普500指数 明年年底目标是5050点 以星期一收市4655点计算 即是还有7%的上升空间 我们看看欧洲故事 三大指数早段曾经回吐超过1% 其后跌幅都受责 欧元区通胀进一步升到25年 有纪录以来最高 欧洲联盟统计局公布 欧元区11月调和消费物价 按年比较升幅扩大0.8个百分点 是连续第五个月扩大 增度4.9% 高过市场预期的4.5% 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消费物价 上个月升势亦加快到2.6% 高过预期0.3个百分点 转体下 英国反垄断部门要求Facebook母公司Meta 出售动画图搜寻平台Giphy Meta反对相关的决定 股价跌百分之一 英国竞争及市场管理局说 Meta收购Giphy的交易 会损害社交媒体用户 和当地广告商的利益 所以要求Meta出售Giphy Meta发言人表示 反对相关的决定 并且说正是考虑所有的选项去应对 包括上诉 代地劝商老虎证券 上季顺利升良倍 股价反复升百分之一 赚超过2,000万美元 经调整顺利就倒退1.6% 去到大约525万美元 期内收入升5.9% 有超过6,000万美元 集团说 上季新增超过8万2,000个 而存入资金的账户 超过八成是来自内地以外的地区 今天我们的电话请来 潘子生斯山河的谈谈 Edison你好 Hello Crystal 针对新的变种病毒 联署局主席鲍威尔警告 可能会令到经济有转差风险 忧虑未必可以早加倒息 美汇曾经跌到超过一个星期的低位 但你又觉得 是不是真的会令到联署局 未必那么快加倒息呢 美汇是不是都要继续回一回先呢 我想美汇继续回的可能性都很大的 因为暂时就见到之前非常超买 然后欧元又非常超买 所以就叫做一些市场的风险事件 拆一拆仓都正常的 但是我会觉得暂时来讲 大家都不需要对这个变种病毒 太过担忧 当然现在会见到不同的风城草丝 其实不同的国家都在做着 但是就说随着大家多些资讯会比较放心一些些的 因为暂时大家都可能就是一个月至到六个礼拜会有新的疫苗出来 也都在等待着更多的数据就是说究竟重症是多严重呢 我想西方国家他们相对就比较对于重症会看重一些 因为只要他们那个入院的比率不是太高的话 其实他对于疫情的控制会相对平稳一些 所以我想影响就未必说真的那么长的 除非你说重症是非常之严重的 那暂时都没看到这个数字 所以我觉得这个忧虑就未必是太大 所以如果说说加息 其实明年六月暂时来说通胀风险都在 所以加息的可能性都大 暂时当然大家会有少少抑制 但是明年六月加息的机会暂时市场预期都超过50% 你都说到市场预期明年六月都会加息 那你又看美股是不是都还可以好像摩通那样说 还可以升呢 他自己都说到明说央行加息是主要风险 我想就暂时市场都是短期的震荡 因为正如我所说 就是预计可能都是一个至一个半月的风扇措施 就绝对不是说不去回去年的时候 刚刚疫情爆发的大家有少少无所适从 因为始终在西方的国家 大家都习惯就怎样所谓Live the virus 就是怎样可以在疫情之中继续生活 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说 流动性都仍在增加着 因为联储局去到明年六月才真的停止所有买债 所以在流动性继续增加的情况下 加上欧洲央行亦都在做他们的量宽 所以流动性继续增大的话 其实对于市场来说 暂时都会保持到上升的趋势 今天谢谢Edison的分析 我们再看美股最新的表现 导致现在跌257点 报34,880点 节目时间交继续 回来新闻时间 太阳城集团回复澳门传媒查询时 证实旗下只有两个贵宾厅运作 太阳城集团表示 除了银河度假酸和升制酒店内两个贵宾厅会继续营运之外 其他贵宾厅暂停运作 集团说是同各大博企协商之后作出决定 集团又澄清没有推出停薪留职措施 由于有贵宾厅停业 稍后将会有相应架架调整 华与灌堂的公务员学院预计最快5年之后落成 政府即日起招聘院长 月薪达到26万 任期三年 要求申请人需要准确掌握宪法、基本法和港区国安法 一个有接近18万公务员的团队 竟然没有一个正正经经的学院 我希望任来能够为我们这支优秀的公务员团队 建立一个公务员学院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上任初期 已经表明会成立公务员学院 政府现已选址港铁官堂站附近 用大约45亿兴建 12月会率先将北国政府合处作为学院的临时选址 政府也宣布公开招聘院长 以公务员合约条款聘任 任期三年 属于首长级新级第六点职位 月薪超过26万至27万 申请人需要是本港永久居民 有大学或以上学历 最少有15年和培训教育相关的行政管理经验 当众最少8年在大型机构做领导层 有要求申请人动式公务员的挑战 发展需要和机遇 了解本地、国家和国际事务 全面和准确掌握宪法、基本法和港区国安法 充分理解国家历史和发展 院长的职责一共归纳为六项 包括加强公务员培训 尤其在宪法、基本法、国家安全等的培训 亦需要担任主要联络人 与公务员培训相关者 与内地其他地方机构加强联系 申请截止日期是12月13日 院长到任之前 会有公务员事务局常任 秘书长暂时兼任 武士尼斯基姐,刘俊玉报道 政府近年提倡居家安佬 更加说社区照顾服务 要实现零轮后时间 令居家安佬的长者无后顾之忧 但为何迟迟未实现 发名曾婆婆的这个老人家 抹地、扭地拖这些大动作 对89岁的他来说都很困难 他参加了社署推行的试验计划 找专人帮他清洁 但每个月只可以上门打掃一次 根据社署统计 我们截至去年10月 大约有6500人 轮候各类社区照顾服务 阿芝从事综合家居照顾服务16年 他说人手不足 想提供更多的服务都做不到 不过政府早在2017年提出长者社区照顾服务 要实现零轮后时间 但安务事务委员会就说 最大困难是人手不足 但很可惜我们香港人口老化了 真的老化了 劳动力下降 很多这些机构都请不够人 甚至乎有些是欠20-30%的人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 我们香港的困境 如果够人手的话 政府是愿意投入更多的资源 去发展这些社区的照顾 他建议下届政府考虑输入外劳 填补缺口 母线电视记者董晓峰报道 河南星期一凌晨的夜空 突然出现了白光和巨响 令不少熟税的民众惊醒 有内地天文学家相信 很可能是火流星 河南驻马店、南洋等地 都有居民目击一度强烈的白光 划破夜空 之后发出了橙色的光芒 过程当中产生巨大声响 民居的玻璃窗都出现震动 有天文专家分析 这个天文现象可能是流星 但由于它在大气层的时候 发出的火光比金星更加亮 所以又被称为火流星 广告之后再见 明镜与点天计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会变成达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广告之后